嗨,大家好!我想要跟所有在台湾生活的大家说一些话 不管你是来台湾工作、念书或是因为结婚了 可能你的老公或你的老婆是台湾人所以你也一起过来 或是因为你的另一半的工作过来台湾 甚至是为了小孩的教育来台湾的各位 我想跟你们说你们辛苦了 对,因为在异国生活真的不容易 有很多要克服的困难 像是语言、文化 甚至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们可能常常会想家 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 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年纪也大了 然后你会担心没有办法及时回去照顾他们 甚至我有很多菲律宾的学生是他们已经有小孩 可是小孩都在菲律宾 然后自己一个人来台湾工作的 还有很多的学生说他很想念自己的朋友等等的 可能在台湾久了跟朋友的关系也越来越远 那真的很辛苦 那我想跟你们说我都看得到你们的付出跟努力 还有牺牲 那我也想跟你们加油一下 你们选择继续留在台湾一定有一个 可能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这个原因因人而异 我相信他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你觉得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去想一下你的这个初衷 然后我相信你们的付出 你们牺牲都是值得的 到头来都是值得的 那相信自己的选择 我也相信你们的选择 你所有的选择都是对自己最好的 那你们加油 加油加油